最近传出的一则报导就是说 五月天 为什么之前有假唱的风波 中国在查五月天假唱 中间有没有什么条件交换 就是说 我会查 那你如果是不是做了什么事情 我就不查 这个我们不晓得 因为现在是众说纷纭 国台办是否认的 但今天传出了整个事件的操盘手 并不在国台办这边 有可能是在中宣部这边 怎么回事 我们来看看 五月天的好好好想见到你 亚洲最终战 上个月中 五月天在中国办演唱会 随即被对岸指控假唱还被调查 路透社披露 这是因为中国官方要求 五月天表态支持一中遭到拒绝 而进行的惩罚措施 网媒上报报导 从事前施压到事后惩罚 都是中共中宣部部长 李淑磊一手主导 这个只有在地理课文上 会读到的城市 上海 用字潜词相当小心 以城市作为招呼语 在五月天拒绝配合后 中国网络官媒等全面进攻 但调查快一个月还没结果 一度以为对岸结束施压 但九派新闻23跟25号再发布 五月天假唱还在调查中 似乎表示事件还没落幕 中国随时可能再次出手 中共希望能够借由 这样的一个压制动作 必须要遵守中共所设定的政治前提 不只是戒选 也是中共对台国统战的一个 希望能够发酵的一个地方 中国中宣部长李淑磊 是习近平一手栽培的子弟兵 这次被指亲手操盘控诉 五月天假唱 事件曝光后 中国国台办连忙否认 社外人士透露 中国会在台湾艺人演出前 逼签署一个中国同意书外 演唱会现场也有官员监管 曾到中国发展的音乐人 谈到政治议题都很低调 2016年大选前夕 周子瑜被迫公开表态支持 一个中国 现在五月天突然被铺天盖地的假唱 质疑为公被指内情不单纯 还有大内高手幕后操盘 现在是黄云凡有过台北参谋导 其实五月天要在台中陪大家跨年了 对 台湾人其实对五月天有很特别的情感 他有一种青春梦想 跟一种理想的会议 而且就是一个时代 对 那如果说真的有 到底有没有要求他要 讲清中的言论 赵绍康是反应很快 马上跳起来 觉得没有这种事情 国台办你要讲清楚 他就指挥国台办 那国台办就马上 之前其实路透社有问他 国台办根本不理 赵绍康一问之后 马上就说没有 这个又在影射是假新闻 所以到底是谁做假新闻 这件事情到底怎么回事 会不会有所影响 会不会反映在选票上 而且这次国台办 因为他否认的也非常的明快 所以这个跟过去的操作 其实就有点不太一样 为什么 我们先从这件事情 再回来看 其实一般过去 像这种戒选的新闻 要嘛就是中国大陆 那边有传出来 就我有使着动作 对你做了什么样一个查核 或者是抵制 第二个有可能是 我们这边的新闻先报导 但这一则五月天 疑似被中国大陆 用这种方式来戒选 居然是有路透社来报导了 这个就很奇怪 为什么 因为国外媒体在报导 这种东西 就是说基本上 他的查证的这件事情 他必须要清楚的知道 就是说我如果没有查证 很熟的时候 很有可能会影响 动辄影响 不是只有台湾跟中国大陆之间 包含你这个所谓的国际媒体 自己的公信力 所以当他提出来的时候 其实有一些的这个概念 他就这样讲 就是说这个他们接获到 就是说有这个 这个台湾这边 有安全官员调查 发现到就是说 之前不是讲说五月天 中国大陆有人开始网民去讲说 你有假唱了这个风波吗 结果越演越烈 甚至要调查 那个新闻出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诡异 很奇怪对不对 突然没同意好来这一招 而且其实很多舞迷都会讲说 什么假唱 你如果真的去看演唱会 就知道看 他那些就特地唱到都 走音去 是要怎么假唱的 但这不重要 重点是什么 你知道在路透社的报道里面 其实是提到说 原先在所谓的 假唱的这个质疑点之前 是中国大陆的官方其实已经有要求五月天你必须要提供政治服务 也就是你要表达一个中国的立场 那在报道中是讲说这个五月天他们拒绝完了之后就开始跑出了这个所谓假唱风波 而且这个假唱风波你记不记得在网路上其实烧了蛮久的 官方都一直讲说好我们要查我们要查 而且讲说不可以轻言的下定论 这个也很怪 因为你讲不能轻言加级 给他时间发酵 或者给他时间烧 所以现在问题就来了你知道吗 没有或者给他时间想一想 他是不是应该要沉浮于什么样的一个立场 而且你再看 今年五月之后其实五月天在中国大陆做巡演 那造成了那个轰动 所以假唱完了之后巴黎的那一场立刻就直接唱给你听 唱到跪在地上然后用吼的给你听 告诉你我没有假唱 所以你就可以回来看 现在其实在这个官方里面 好国台办是正式的否认 但是五月天这边其实还没有任何的回应 但我觉得说你祈求艺人在这件事情上又做正式的回应 我觉得那真的会有点强人所难 为什么 他有很多是比如说他有商演的这一块 而且你要他正式回应 大家就想到2016年的周子瑜 那个时候也是莫名其妙突然啪啦一个 就跟你讲说我就念了那个稿 你看他当时的那个画面全部都是在念稿这样子 所以现在开始大家会觉得就是说 如果中国大陆真的是试图透过这个方式说 胁迫或要求这些所谓的偶像团体 或者是当红的艺人说你做一个政治表态 就希望能够去引导台湾的 不管是年轻人或者中年人 因为老实讲五月天天船也蛮多年的你知道 不是只有年轻人而已啊 他说如果你真的是以为这样就可以引导的话 你真的是搞错了 为什么 因为台湾人现在在政治思想的这件事情上 其实很多都有自己的组建 你怎么样去透过这些艺人 有给他这样一个想法了 可是这件事情也很怪你知道吗 就提到就是说 其实中国大陆戒选的这件事情 以前到现在不是新闻 以前之前都还有在中国大陆那边 台湾这边选举你知道吗 他在上海或干嘛的给你组成应援团 你也很奇怪台湾选举那边组什么后援会 但问题是 现在国台班出来讲说 没有 他说你们今天报道这个 说是你路透社 这个是什么 叫做民进党的阴险恶毒政治操弄 故意想要创出创造出这种 所谓中国大陆戒选的新闻 但问题就来了 你说他没有这个所谓用政治方式 或者是经济方式来戒选吗 你看他最近他不是取消了 我们讲实话的12项的 那个所谓的减让的关税 而且包含到 国民党的这个所谓的夏立言 去这个大陆完了之后 他又出来跟你讲说 我要解禁这个石斑鱼 讲说几家的这个养殖场 但是他又特别点名了 说国民党的苏清泉 还特别点名这个 说这个职务上面 他还帮助什么 帮助就帮助 帮礼物送给苏清泉 为什么还要把这个东西呢 所以你可以看来到 他其实在戒选的这件事情上面 他真的有非常多的动作 让大家觉得 他就试图去影响 而且你看他讲石斑鱼 那件事情的时候 他是不是除了把那个favor 做给苏清泉之外 还特别又强调九二共事 你只要在这个公司下 一家人就好商量 对嘛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多少台湾民众认为说 中国大陆其实在这个选举的时候 事实上是有动作来戒选 中海亚太经济交流协会 他就民调显示 百分之四十三点六的台湾人 其实认为中国大陆戒选的问题 非常非常的严重 我想请教你 就五月天这个事件 网路上是有在发酵 那会影响到选情吗 还是因为就是说 国台办出来跳得蛮快的 然后这个国民党也 这个斥责的一个立场 对于国民党的选情 并不会有所伤害 我认为其实 我认为在过去这段时间 事实上中国大陆 有比较克制在戒选的 这件事情上面 我说这一年的 这一次的选举里面 但这一次 我不管是不是 还会逼急了或是怎样 他确实在经济议题上面 做了很明显的操作 那这样一个操作 即使他现在否认说 他有去 我会透过五月天 要求他提供政治服务的这件事情 但因为前面有一个减让关税 后面有一个石斑鱼 再搭上一个所谓的九二共识 腐杂斑斑 这个太多的这个所谓的手法 会让大家觉得说 他如果是一整套的这个模式 你也不会觉得奇怪 只是因为说 他今天找五月天来 开刀的这件事情 对许多人来讲 音乐归音乐 那你今天政治要归政治 如果在当年的 所谓的周子瑜的事件里面 你要再突然去翻版一次 那是一个很大的反效果 所以你看国台办 他也知道 他也知道说完蛋了 我如果这样做再被联想 他现在跟你讲说 这叫做虚拟周子瑜 没这个事情 所以你觉得会不会影响选情吗 我认为 在这个阶段里面 五月天这个事件 这个新闻 如果他现在传出来 我认为对大家来讲 会有影响 好 民进党怎么评估呢 我觉得 我看法有点不太一样 就是说我觉得现在 信者信不信者责不信 那事实上 所以你就会回归基本盘 其实就是说 现在会信国台办的人 就会信 其实我也不懂 为什么会有人去信国台办 国台办说没有就没有吗 难道国台办会说有吗 我有戒选吗 不可能的事情吗 那国台办说 他没有戒选又怎么样 但是我们来的朋友 我们有一些台湾的民众 看了这个就觉得 你看国台办都否认了 那是不是戒选 就不是了 但我先问三个 简单的问题就好了 第一个问题 我真的很想问我们来的朋友 第一个问题就是 中国有没有在这场选举当中 有政治利益可言吗 当然是有 他的选 选择是很清楚 他就是希望 无论是国民党 无论是柯文哲 轻松的政权当选 第一点 第二点 过去有没有施压过 我们台湾的一人做政治表态 也是有吗 周子瑜就是一个案例之一 过去就是有这案例存在 第三个 中国过去有没有戒选过 当然也是有吗 你这三个问题的答案都非常明确 那你看到今天五月天 你会觉得很意外吗 其实一点都不意外啊 所以回过头来讲路透社报导 其实路透社报导 我的很多资深的外媒朋友 他们看了国民党回忆 是很不满意的 为什么 因为你看看看看 前证前证前证 那你看到最后一句 你会说 但是如果属实的话 我们其实才谴责 大家说 可是就是查证过属实了 这个毫无疑问啊 难道你要 刚我说的 难道你要信国台办吗 那我再讲一下 那路透社他的查证的机制好了 因为包括外媒 其实都是在内了 多数的大外媒了 但尤其路透社 路透社是一定要多方查证的 他一定要多的资讯管道 去呈现同样的讯息 也就是说什么 如果我今天是政府管道 去跟他讲一件事情 他接受了其他这个 例如说安全管道等等 他还是会把你视为同一方的 他一定要一个独立的管道 再去证实我们说的话是无误 他们才会去刊登这件事情 所以我的了解在这件事情上 事实上他们是一段时间以前 就已经掌握了 但不敢报道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第三方的查证管道 没有办法去完全掌握 这是事实与否 不是只是片面的放话 所以后来有了 所以你去看报道里面 他讲的很清楚 第一个来自台湾的情侍报告 第一个 第二个来自两位台湾的匿名官员 也来第二个 但第三个关键的 就是直接的关系者 他其实里面就提到 直接的关系者 而我话的理解 这位关系者 就是跟政府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当然了 你说这国台办 他会否认 他会否认 但是你国民党 你就要想清楚一件事情 国台办的公信力高 还是路透社的公信力高 那如果你认为路透社公信力高的话 那你是不是应该 共同站出来 谴责中国界选 是应该吗 但是目前为止 我们是没有看到 侯友也有谴责 只是被另外两位候选人说 中国界选都是在帮你 到底为什么 我想请教一下东豪 这整起实验其实五月天都没有回应 不要回应比较好 他们就默默的让这件事情发酵 那这件事情今天又传出来 这个国台办否认并没有说谎 因为国台办不是背后的隐武者 今天传入了中宣部怎么回事 因为中宣部下辖 比如说像广电总局 这些都是归中宣部所管的 国台办只是在国务院里面 有关涉台事务的时候 它是一个跨部会整合的一个单位 那所以很多事情 本来就不是国台办能够管得到的 比如说你在大陆上有经贸纠纷 你找国台办是国台办在帮你保经贸部门 那有关戒选这个事情 我不要讲说什么证据与否 我只要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大家去想一件事情 记不记得富士康被查税的事情 环球时报先讲 而且是等 等的那个赖贝侠的美签放弃证明 拿到之后隔天见报 可是访问厦门台研院的一个学者 是早两天就做好了 所以这个新闻很有趣 我坐起来等你看看你的状况 因为你有动作了嘛 对不对 好 他是不是介绍你叫小金氏 那时候放出来的金额多大 1800亿人民币 补税哦 然后土地那些都不讲哦 记不记得最后罚多少钱 8.8万新台币 你现在去Google还找得到这个新闻 是 从1800亿人民币变成8.8万新台币 所以你不觉得中国现在手法真的很灵活 你说这是中国界选吗 你有证据吗 我可不可以这样子访问 好 那再问一下 那我们郭台平郭董最后怎么样 本来国民党还希望元旦一起升旗对不对 会不会 我听说还是在美国 还没回来 还没回来 有关系 他儿子回来了没啊 也没听说 他儿子 他儿子为了他爸爸的选举 还让我一个朋友领不到钱 为什么要让人家领不到钱 因为他 他光利息就这么多钱 他下单啊 他下单啊 我就宣啊 结果 现在几百万不知道怎么办 不知道跟谁亲款 因为不知道 郭公子要不要回台湾 去哪找 我又不能找郭台平 郭台平也在美国啊 是 但是回回来一下 从一千五百亿人民 一千八百亿人民币 变成八点八万新台币 新闻闹那么大 他是不是戒选 我们都没有证据 你怎么可以讲人家戒选呢 而且现在是不是 五月天到底是不是假唱 还要调查之中 是 所以五月天的事情 刀还抵在你的脖子上 五月天的事情不是看今天 五月天因为没有表态 我们要看的是未来五年 五月天如果再去中国巡远 会不会发生事情 你现在看张慧妹就在阿扁 总统的就职典礼唱一首国歌 也没有说我爱阿扁 只是唱国歌 他被中国禁了多久 后来改正 十年 后来他改正硕误 就可以去开唱了 我的天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